無論是上升還是太陽雙魚座 農曆四月 其實邁向農曆四月 開始打後的兩個半月 你們會有很多事情想做 記住是想做 但是真的可不可以去carry out 很成問題 你知道你們一向幾難度 有時是空想家 經常發白任夢 我們常常說雙魚魚很喜歡發白任夢 但無論如何 只是這個相片 或者你們都真的會去做少少事情 已經會令到你們很頭痕手忙腳亂 比較容易出錯 尤其是月尾就睡星逆行 就會有一些很大的壓力 也會有一些麻煩事情 所以 尤其是你們一向都 真的不要介意我這樣說 但是你們一向是比較懶惰的人 OK 忽然之間 無端端 忽然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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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轉折 是真的會令到你們 有少少少措手不及 OK 喂 我剛剛提了月尾 是否有說過月尾這兩隻字 是否好像有說過月尾 總之 如果我之後提到任何月份 什麼月尾 月中 這個時候我會提到西歷 就是提到尾 不再跟農曆 雖然這個 剛才的林青座運勢 是根據新的去講 但是之後 就會全部 拿回我們大家正常的語言 好了 那 還有 尤其是你們 會非常非常想拍拖 這件事 其實現在已經發生著了 OK 就算未去 不過我出了這個新聞的時候 其實已經是初一過了 好 不過 又說真的 誰雙魚不喜歡拍拖 雙魚也是很喜歡拍拖的 OK Anyways 如果你們真的想拍拖 你們是單身的話 我稍後有個小巧妙教你們 你們繼續聽著 那 有些什麼東西 那麼忙那麼頭痕呢 首先 就 你們會學一些東西 OK 或者是在做一些手上的工作 是比較忙的 可以是一些要你們去寫東西 去畫畫 或者是一些media 一些媒體創作這樣的東西 無論你是在做 或者你是在學 或者是學一個新的語言 OK 如果去到這些時候 很容易會去到一個樽頸位 可能你忽然間失去了那個興趣 或者忽然間沒有了靈感 又或者是 你太過努力 真的有時候 迫得自己太緊 你 會搞到自己是病 沒有得休息 還有 有時候你迫得自己太緊 你沒有一個空間 你就會去到一個樽頸位 和會開始覺得悶 OK 所以 這個是你們的頭痕第一步 還有 如果你是在學一些 會 對自己身體造成意外的東西 那你小心點 包括 極限一些 新上手的一些很危險的運動 還有 煮食 很緊要 如果你們是一些煮食的新手 麻煩不要切傷自己 或者被一些熱水 熱油彈傷自己 因為 農曆四月 是很容易出事的 你們 剛剛我又說農曆四月 總之我講農曆四月 就是農曆四月 但如果我沒有特別去講農曆的月份 就是 講我們本身厲害的 calendar month 好 第二個 實際的是什麼呢 小朋友 小朋友 很麻煩 如果是你自己本人的小朋友 或者是鄰居的小朋友 會常常很吵 晚上在哭 又或者 我當如果你和你的 可能 哥哥姐 一起住 他們的小朋友 又是跟你同一個家居 這陣子 他們都會常常在發脾氣 在扭計 然後是很騷擾到你的 不過呢 有一個twist 如果 你自己有一個小朋友 但是他們已經出生 他們已經是 飛了出去 OK 這樣呢 代表你們 不是說 特別close 或者尤其是很久沒有見 這樣呢 今個農曆四月 你們又可以見 尤其是 如果我當是因為疫情 搞到你們分別已久 或者我當 真的 不知道什麼事 你們失散了很久 今個農曆四月 他們有機會是跟你們的距離 是close 分很多的 就算你們不是真的見面 可能他都會撥過卵給你 OK 嘩 撥過卵是什麼年代的說話 不知道今時今日的小朋友 還會不會說撥過卵呢 好啦 所以遇到這麼多濕滑東西 應該要怎樣做呢 RELAX RELAX 這個RELAX 不是純粹靠睡覺 原來你一定要去大自然 所以你可以去一些 自然的水邊 或者去行山 OK 就是可以幫你去 舒緩一些壓力 尤其是 我當如果 你同屋 或者你隔壁屋 那些實力很吵 那你都要遠走高飛 那你就去大自然 大自然 大自然 還有 原來這就是 你們拍拖拖的秘訣 你們去大自然 會容易有厭遇的 說真的 說真的 我不是說笑的 如果我本身是拍拖的相遇朋友 那如果你們是經歷了一些情海翻波 或者分手 一些這樣的事情 那就幾恭喜你的 因為 以下有很多不同的情況 你這個分手邊緣的對象 或者是真的叫做X 他會回心轉移 然後他回心轉移回來的時候 他會變成一個更加好的人 即是我當他以前是 經常偷吃的 他這次回來 他真的洗身革面 那如果不是他的話 又或者你會有一個新的對象 而這個新的對象 是好過之前那條PK 你多多聲的 又或者你是狠下心腸 你真的撇撇撇的走 但是你走 當然也會不開心 但是你會有一些更加有意義的事情想做 所以你的離去是為了你自己 去成為一個更加好的人 OK 尤其是因為 為什麼呢 因為在工作上面 會有一些更加有價值的事情 需要你去做 同時你就可以藉著工作去麻醉自己 OK 還有在月尾的時候 現在就是說西力月尾 May By the end of May 不要說By the end of May End of May附近的時候 那你們的事業 會達到一個里程碑 可能一個搞了很久的project 一個談了很久的客戶 終於談得成 是的 這些事情都是會有一個成功感給你 還有你會專注回去那些時候 OK 不過說起簽客 剛剛提到什麼簽 contract那些 我希望你 雖然根據星象 它會在月尾附近發生 但是 你有這麼快就這麼快 你就不要說真的等到月尾 為什麼呢 因為那時候就水益開始了 這次水星期間是發生向雙子座 是會特別影響一些文書溝通的東西的 月尾都好一點 因為水益是真的剛剛5月29日才開始 但是如果你要拖到6月的話 那就很容易拿東西了 在這裡做一個溫定提示 最後職場裡面的人 就是有辣有不辣 不辣的就是你會跟一些同事的關係很好 尤其是如果他們是新來的同事 但是辣的是什麼呢 有些PK 有些小人在這裡搞鬼 在這裡挑起紛爭 有可能他妒忌你跟其他人的關係好 又或者 原來他知道你 有些 你的價值是高過他 什麼意思呢 你的薪金是高過他 或者你可能 做完appraisal 然後他知道老闆給你的評語 比他更加好 他會妒忌就在這裡搞屁 如果不是說職場 也可以說同學之間 不過說真的 我有多少學生去聽我這個星座運輸 我不知道 但是我都給了一個例子 就是說 你會跟一些同學關係很好 尤其是他是新同學 我當什麼呢 可能現在有插班生 但是不奇怪的 因為香港伴隨著現在社會這麼黑暗 很多退學潮 所以是有很多人在這裡轉口 如果你是相遇的學生哥 那你會跟一些同學 尤其是新同學關係很好 但是同時 會有一些小人會妒忌你 可能他知道 老師疼你多一點 賦予你的價值多一點 是不是 所以 或者你經常有些東西 考得好過他 或者是拿得高分過他 那你也要小心 你身邊的這些同齊 是不是獨同齊 其人邊做過齊國那個齊 同齊 同齊 不知道啊 無論如何 最後提醒大家 以後的星雲Post 無論在哪個平台 Facebook、Igmail、Youtube 都記得要點擊 文字的Description 去找一下有沒有財蛋 說真的 我塔尖亂林星雲 都算是在玄學界裡比較unique 首先我不是透過Cartumency 即是抽牌 即是占卜師的一己之力 去講宇宙的大事 就算有時候我講宇宙大事 我都是跟星象的 或者是根據別人的盤 去算他的命 而第二 雖然坊間都真的有尖星師 會跟星象去做Monthly Horoscopes 但是他們是根據 calendar month 而我都常常強調 星星是有自己運行軌跡 我們不應該被人為的力法去影響 所以我才為何是做初一新月 甚至以前有時間會做十五滿月 但是今天開始 我就決定了 為了令我的這個星運更加特別 我去走多一步 亦都是給大家的小小心意 就說 在我弄完星運的影片之後 provided我有時間 我就會在看行星planets之外 看了fixed stars 衡星銀行的那個衡星 但是又要記住 其實因為衡星的角度是觸得很緊的 它就未必每一個月 就會對每一個星座造成影響 所以有還是沒有 就會留待在文字的description 給大家去發掘